过来 洗澡 这家伙最近羽毛长出来了 跑得越来越远 有时候大半天都看不到他 也不知道在哪里那去 出去找他他从来不会回应我 都受不了了 这洗个澡太狂野了 把我都打湿了 每次洗完澡 这颜值下降的太厉害了 痛啊大哥 能不能轻一点啊 这爪子都要抓到我的肉里去了 本来我发现 他慢慢长得越来越好看了 结果这仔细一看 还是有些不忍直视 你在鸡里咕噜说什么 每次洗完澡 他就鸡里咕噜的 这个肚皮基本上可以盖住了 不怕他冬天冷了 还有这强健的大腿 好有劲啊 很多人问我 为什么要给他捡翅膀 其实我把他翅膀捡了 纯属意外啊 本来长大了就是要放生的 当时并没有想捡过 是因为他学飞的时候 不小心飞到毡树板上去了 我给他弄了好久 实在弄不下来 只有把他翅膀捡了 顺带把他肚皮上的羽毛也一起捡了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这个家伙天天拉链也不拉好 乐个肚皮在外面到处跑的原因 他是还有一个兄弟的 只是他兄弟会飞之后就飞走了 没有再回来过 这家伙当时一不小心不能飞了嘛 我就一直养着他 这阴差阳错的就导致他现在这个样子了 养的久了想让他走他也不走了 小胖你在这干嘛呢 前两天被他发现的那个小狗被人家领回去了 本来我说收养他的 结果他是跑出来的 不小心跑到院子里面来了 然后被小胖发现了 当时我就听到他在外面挖挖叫 我出来看他 他就把我带到车里下去了 然后就发现了那只小狗 还有人说那就是我自己养的 大家真的误会了 关注我久的人都知道我没有养狗 包括这条小胖在里 他都不是我养的 他是隔壁养的 只是我经常和他互动而已 小狗嘛都是这样 只要你给他吃的和他玩 都是很粘人的 这家伙小时候我经常喂他 所以他特别粘我 自从上次喂他 那他差点把我咬了以后 我就没怎么给他吃的了 因为我发现只要他一兴奋 有点过于调皮了 你们瞧嘛 现在这么大了 他还要拿个狗嘴到处咬你 如果我手上拿个吃的 他就跳起来了 所以说很危险 我也怕被他咬 有时候给他点吃的就是丢在地上 反正他也不嫌弃 是吧 行了 你自己玩吧 不想摸你 我走了 再给这家伙吃点这个鹦鹉补钙的 看他吃不吃 糕点 吃了对你身体好呀